可选颜色这一个调色命令 顾名思义 它就可以选择图像中的某一个颜色 对我选择的颜色呢 做单独的调整 单独的更改 它经常用于调整人物肤色 例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图像 那它皮肤这里呢 有一些偏黄 如果我想调整它的肤色 让它不这么黄 那我就可以在背景这一个图层的上方 去添加一个可选颜色的调整图层 进入它的属性面盘 这里有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去选择 那这里的颜色 大家一定要明确啊 你想去对图像中的哪一个颜色做调整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去选择哪一个颜色 那此时呢 它的皮肤偏的是黄色 我想调整的就是黄色的一个颜色 所以在这里啊 我选择为黄色就可以了 选择完成之后 就只有黄色我在调整的时候 会做调色的处理 会做更改 其他的颜色我是调整不到的 那选择完成之后呢 下方有青色阳红和黄色的几个滑块 通过这几个滑块 就可以调整我选中的这一个颜色 然后把它的黄色向左去拖动 降低它的黄色 大家来看 在我拖动的同时 是不是它皮肤的黄色就被我去除掉了 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它就变得比较白比较亮了 那当然呢 由于我是对图像中所有的黄色做的处理 它花朵这里颜色也变了 这样是不行的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去通过它的涂层萌满来完成 那此时它是一个白板 所有的地方都起到了调色效果 我可以选中这一个调整涂层的萌满 Ctrl加I对它做一个反向的处理 它变为了黑色 黄色这里呢 就起不到调色效果了 在这一个黑色萌满里面 去使用白色的画笔 直接涂抹人物 皮肤黄色的部位 你会发现在我涂抹的时候 是不是它皮肤的偏色 就被我调整过来了 而下方的花朵 我不去涂抹 这样它就在花朵那里起不到调色的效果 此时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前后对比的效果了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 它脸这里比较黄比较暗 这是我处理之后的比较亮了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那么多 如果你想系统学习PS的话 就可以点击视频左下方的播放列表 在播放列表里面呢 就有我的PS 灵机处道精通的系统教学课程 课程内容呢非常全面 PS里面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调色命令 包括所有的图层样式 混合模式 图图方法 以及所有的滤镜是全部讲解的 那里面呢有很多的案例 人像的修图啊 摄影的调色啊 都有讲解 灵机处就可以帮你快速学会PS的使用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